大家好,我是小美杨子 现在是凌晨三四点钟 我们现在要去小白菜地里面收白菜 这叶子菜要保持新鲜度 必须在这个时候来摘 你带的什么 我带的筋道 你带的筋道 筋道都还能干多少 哎呀,不好看 我要筋道好拌的,你看 你不筋道 不是,筋道是好拌,好心的 咱们园艺筋道 现在温度降了,就很脆的 脆,很短大的鞋子就很够 嗯,因为你脑筋道 我永久了,我感觉适合酸 脖泥,如果不需要,我们把它磨泥 所以它就轻轻一下 你可以够来週炸 非常非常 vont 不需要抱住 最后终于伯父腹 到底有什么时候 它会已经重复到 多少个粿 受天气影响 长得反正不是特别特别好 因为它的叶子才满 要保持新鲜度 所以我们现在来摘 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快菜 第一次出摊 等会看看今天这个 应该是很好卖的 因为现实上没有摆这种小快菜 这我的快菜小小 这次 打得吹到现在是实力大 嗯 太干了 没有水源呢 有些就用居民用水 4块钱一炖 浇菜的 太奢侈了 这大的摘了 旁边这些小的还会长起来的 如果大的不摘 这个小的就长不大了 捡大的摘 太小的就不摘了 像这个叶子特别脆 不是没有虫 还是有虫的 只是不是特别多 看这个叶子 5块 5块钱一炖 可能还有不一样 不一样 那么大家 顶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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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知道这个小白菜现在是5块钱一斤 因为它不压衬的 很轻 比较沾面积 现在本地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小白菜的 大白菜也没有 小白菜也没有 因为这属于秋冬季种的蔬菜 而且加上今天天干 好多育种的秋冬季的萝卜白菜都已经绝熟了 还有二次播种 我们家是因为在大棚里面又给它们抽水了 所以才种出来 如果是露天的话就没有 种出来 这回家还要再整理一下的 外面这个烂叶子还有泥巴会清理干净 烂叶子正好给鸡鸭吃 他们特别喜欢吃 太脆了就不干糕 时间会退 然后头 queda 你这么回头 很ав你 看它就不吃较 那些西瓜 partsenza神的 就是 刚才 然后 我也不太 怎么回事 那个 走 驶 走 工 楊 移 他们看 哎 那我喝新鲜菜吧 小老 他说那么多 我们心里没菜 对吧 一天菜 二十四吧 都不出内了 两个原瓶东西了 鲜碎菜 哇好可爱呀 小牙牙 经常浇水的 这土还是保持湿润的 不能太干 太干了他们就容易死的 要么就是发牙 就会延迟 这里有两个大冬瓜 双冬瓜 两个压在一起的 下那个大牙 这有很多斤啊 那三四斤 三四斤 这有大牙 很多爽 来 上个粉底 好甜的 压了 压点了 哎呀 压点了 双冰瓜 双冰瓜 那个不拆了 哪个不拆了 加一锅 红豆 盖一下 挡住 别被人葱了 遮住 免得晒太阳 那是肯定 水 水 我不是已经能搬起了 你空家被靠身上烟光 你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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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整理整理 大概六点钟左右 我们就要除它了 白菜 两袋白菜 这里还有一倍咯 白菜 我们就算不上 热菜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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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